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遼望 我是郭重倫 我們今天要來談川普剛剛才發表過的 今年國情之文的演說 在我們現場特別邀請到政大國安中心 美歐索研究員 顏哲成 顏教授 顏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先談一下就是按照美國政治傳統 美國總統每年會有一次 對於參議院 眾議院的聯席會議 發表一個國情之文 這個他的用意是什麼樣子 然後過去的美國總統是怎麼樣來做 我覺得這也不能算是 就是說當然是一個傳統 但是也是憲法規定 就是說總統不時要做一個報告 將這個state of the union 就是說你聯邦現在的現況 做一個報告 那這個報告後來就慢慢變成 只是一年一次 因為我做一個一年的檢討 那所以這一個 川普總統大概在去年 這差不多這個二月份左右 就是他有做過對國會的演講 對 那個 那個只是一個鋪陳 因為他才上任不久 對 他只是想說 我想做的事情講 那個不算是國情之文 但他現在做了一年之後 他可以把他這一年來做的成就也好 或者他還想要繼續做的事情 然後跟美國的這個國會做一個報告 但事實上現在透過電視轉播 也等於是對全美國的民眾做一個說明嘛 那所以這個傳統已經長期就兩百多年 都有這個傳統 從華盛頓當總統的時候就必須要做這個國情之文的報告 那只是最近這個三四十年來 特別是雷根總統之後 大家對這個國情之文興趣很大 因為雷根太善用國情之文 因為他又演得很好 然後很有演說的魅力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這是一個說明你政策 特別是說服反對的黨 要求全民來支持你 就是特別在這裡建立一個跨黨派支持 就是最好的一個場合 所以我們也看到川普 在這一次的演說當中 他談到的很多是說 我要跟兩黨的國會議員合作 要通過一些法案 那我們知道川普的個性 大概過去一年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他上個星期在這個世界經濟論壇 他也給了一個演講 那也是按照提稿 就是這個提稿機來讀稿的 那就不會有出錯 那這一次他也是完全按照讀稿機來讀 所以事前我們都已經看到那個稿 他講到的說美國的時刻 美國的什麼這些American moment 那這些大概已經都透露給媒體 完全沒有偏離他的稿 這樣一個四平八文的稿 寫的是非常好 裡頭有很多動人的故事 但是川普的這種不能就是說 直接按照他的個性來發表 講話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好像感情沒有到位 他好像念的時候 然後拍拍手 就感覺並不是他自己自動發出來的 那種那個感覺 我要特別問你 就是說你我在看這個整個的國情 質問的演說的時候 印象最深刻的 當然一個是他常常要recognize 哪一個人用這個人的遭遇 來補強他的論點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是原來從媒體裡面報導 甚至川普在 他是晚上發表演說 他中午的時候 跟一些資深的媒體見面 都已經預先吹風 說他會有一個比較conservatory 就是說比較妥協的 比較包容的演說 出來我看後面的評論 大家都覺得好像比原來預期的要少 你能不能談一下 你看這個東西 我覺得他講所謂的conciliatory 就是一個願意跟對方和解的 這樣的一個態度 看起來他沒有 不是一個衝突性的嘛 confrontational 並沒有這個感覺 他是照稿念了 但是我剛剛講 為什麼你感覺不到的 就是感情不到位 感情不到位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好像 他講說我們要 就是要有這種partnership的時候 大家不太相信 這是第一個 但是你說內涵有沒有一些 是因為跟民主黨有合作 我們就用這個移民改革法來看 他列出四點 對四個支柱嘛 對 第一個支柱 pass to citizenship 走向公民的道 這個路 這一條就是民主黨 長期要的嘛 對 但是你也不能否認 其實川普原來 他是反對這個的 沒有 他對這些小孩子也是 充滿了同情 對不對 他說他在選舉期間也見過這些小孩子 dreamer 對 那所以之前我們一直聽說 有幾乎有三次 他們原來要達成共識了 就是川普 談的時候談得很好 一回去以後就變卦了 民主黨氣得要死 而且你看 最近這幾個已經有很多dreamer 已經被驅逐出境了嘛 所以他今天又回頭來接受 那好像民主黨 當然會覺得說 你的誠信是有問題 可是他四項改革 他第一個就把你 四個支柱 第一個就是 讓這些dreamer 可以180萬的這個dreamer 這個數目 比以前提的都要多 以前最多是80萬 沒有人提到180萬 所以這個還不錯嘛 那你後面說 好 完了這個 我要把這個邊界管得更好 然後要蓋牆 然後要有更多的 這個巡邏的這些 這個安全人員 那這個大概 這個是安撫他的基本盤嘛 然後下面他也講了 不能再隨便靠抽籤 來變成美國公民了嘛 而且完全是要靠專業移民 這又符合他當初講說 他們希望是 這個挪威的移民 北歐的移民 那最後一點我講的就是 他長期反對的就是 為什麼 就是你今天 即使有這些非法移民 慢慢變成移民 如果只是他們一家人 也就可以了 所以他最反對叫做 chain migration 就是你一家人 譬如說父母 年輕人把他們父母申請來了 父母申請來了 父母申請來了 爺爺奶奶 又申請了其他的兄弟姐妹 所以就變成一堆人 就是一串嘛 一個葡萄 就一串葡萄出來了 那這些人 我們也知道拉丁裔支持共和黨的人數是少的 大概三比七跟民主黨比起來 所以他當然不願意擴大 但他也保存了 就是我們常常講 美國人最注重的家庭價值 就是說如果是配偶 他們是whole family whole family 然後呢 如果是未成年子女 是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that's it 下面就沒有說 可以誇張到什麼遠近近零什麼都來了 不過你說川普尤其是移民法案 他是四項支柱 這民主黨心裡面會不會有一點 我哪 有些人覺得川普是把他們給吃定了 我覺得是吃他豆腐 吃民主黨豆腐 就我第一項給了你 你要是現在不支持這個 那你對不起Dreamer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好像強迫他要吞下去了 那所以民主黨 我認為是一個處於非常兩難的階段 就是到底要怎麼樣 不過我們也知道 就是川普現在講完了這個演講之後 馬上下面面臨的是可能 這個特別檢察官要找他去談 通俄門的事情 他如果說是乘勝追擊 馬上明後天就提出這個 就直接進到國會就出來了 那我覺得民主黨是措手不及 但是如果他一下子 今天提完以後又不開始做 譬如說我們這樣講好了 去年他就提了說要做基礎建設 今年又開始提 你搞了一年你到底你的這個基礎建設的這個 整個package在哪裡 現在才又在提 然後我們還沒看到細節 所以他講是一套 但是是不是能夠馬上按照這個他的這個計畫 讓眾議院或者參議院馬上開始在這個國會裡頭啟動 還是說今天嘛又又面臨到什麼通俄門啊其他這些就是沒辦法聚焦了 又又又又開始朝這些其他的方向發展 不過川普在有些議題上面啊 他是不肯承認他是錯的 比如說在之前在支持這個所謂這個極右派的那個 他演講裡面就舉了一個例子啊 他用那個九歲的小孩發起在那個死亡的僵屍墓地 他說發現沒有他們國旗沒有花 我們看一下這個事情 這裡 tonight is Preston Sharp a 12-year-old boy from Redding, California who noticed that veterans graves were not marked with flags on Veterans Day he decided all by himself to change that and started a movement that has now placed 40,000 flags at the graves of our great heroes Preston, a job well done young patriots like Preston teach all of us about our civic duty as Americans and I met Preston a little while ago and he is something very special that I can tell you great futur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you've done Preston thank you very much Preston's reverence for those who have served our nation reminds us of why we salute our flag why we put our hands on our hearts for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and why we proudly stand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這個是我覺得整個川普整晚講話的風格 一方面他用這些很動人的個人例子 來解釋他的論點 但是一方面他也沒有讓步 譬如說他指的對於國旗國歌的尊敬 就是對美式足球NFL 這些球員用貴的方式表達他們對警方的暴力 那你覺得是怎麼樣 我認為當然就是他是一直在塑造一種愛國的情緒 然後你也看到他特別提到他很尊敬的是什麼 是退農民 退役軍人 現役軍人 還有警察 對 可是警察就是過去很大的爭議 就一年來這種衝突裡頭警察 警方是一個問題 但更有意思的就是說他在這個當中 不僅是打臉這些對美國國旗不夠尊敬的 對國歌什麼等等 但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 川普大概這個幾個禮拜前吧 讓大家發現他唱國歌的時候他國歌也唱不好 然後他講起來說要求譬如說透過這一次演說 要求美國要有最強大的國防 希望民主黨完全支持現在的新的國防經費 然後過去認為說美國如果民主黨不支持這個國防經費 就是對不起軍人 那讓我想到就是 英利諾州的這個女性參議員 媽媽是中國人 在泰國出身 這個Tammy Douglas 他講得最好 他說 如果你川普真的那麼愛國的話 他說你會不會像我一樣是上戰場的 他自己在伊拉克上了戰場 這個女性兩條腿都沒有了 可是川普在打越戰期間是五次緩招 說什麼腳裡頭有骨刺 所以就是他自己講這些話的時候 他都不是一個能夠實踐這些的人 那可是他還是可以說服他的支持者 這是我覺得美國好像你顏色對了 他這個講話譬如說過去我們知道也出很多錯 然後他事實上也沒有這麼愛國 那你如果愛國從軍的時候為什麼你避免 然後為什麼你連國歌都唱得不順 但是你可以去批判那些就是對國際 其實我認為跪下來也是一種表達 他們不是說有些人還背對著什麼 他們還做了一種比較尊重的表達 可是他達到了他你剛剛講的 去鞏固他基本盤的目的 因為川普我覺得這個整個演說 他總是還是有一個傳統的一個主題 一直出來 就是American Dream 他在裡面提到那些Dreamer 我們美國人也有Dreamer 然後他說沒有一個更好的時候可以實現現在的美國夢 他提到經濟非常的好 然後只要你勤奮的工作 你所想的東西 永遠都可以實現了 這個American Dream這個想法 當然不是川普的發明 在美國一直是有這個東西 這個是不是很能夠打動人 而且能夠打動大多數人 這個跟比如習近平講中國夢又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因為美國確實我們看到在歷史當中 就是有這些移民 或者說曾經就是經歷過戰爭的這些難民 到了美國 我們每次聽的都是說 這些政治人物常常講說 我的祖父 我的父親當年身上一無分文來到這個國家 他們只想勤奮工作 這個國家給了他機會 我們看到川普裡頭講到說 Opportunity 他說我們要抓住機會 就是美國給他 他認為是說給了很多人機會 那可以來實現他們的夢 那我覺得這個是美國長期以來的一個傳統 而且美國的移民是不斷的 可是你今天當你講到美國夢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是移民到美國的夢比較多 那這樣子的情形來看 你又對移民並不是那麼友善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點前後矛盾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 大概在他整篇演說當中 唯一被虛的地方就是講到這個 就是我講到移民的議題的時候 會有人去布他 然後包括這個甘乃迪眾議員代表民主黨做回應的時候 也講得很強的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蓋這個牆 我們以後會把它拆掉 就是我們就是移民國家 我今天在麻州做這個回應 我這個城市就是移民蓋的城市 就大家常常都會講說 移民的貢獻是很大的 可是你對移民的態度是這麼不友善 那你還去談什麼美國夢 美國夢其實當然就是說你要實現 譬如說他們講說在美國郊區 有一個自己的獨門獨怨的房子 然後有一個兩部車的這個這個車庫 這個大概就是美國夢 還有各個綠草的這個草地等等 但是除此之外 美國的夢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一個opportunity 機會 那假使今天你把這些移民的 或者包括Dreamer 一些機會拿掉或限制的時候 這個其實是不對 所以當他今天講到這個Dreamer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講什麼 他說假使他們的Education 跟Work Experience是符合的 還要說是比較有道德的 那大家問說你川普 你當然你的祖先來的時候 他們有這麼高的教育水準嗎 就是美國的移民偉大之處 就是他從來以前過去不看你的教育背景 所以雖然有專業移民 但也有其他方式的移民 那這種移民之下 美國這個整個社會就是不同的背景 也有不同人做不同層次的工作 這才是美國今天為什麼那麼有活力的地方